这个能让半古战神老棉都安前马后的人 是刚刚出狱的黑帮老大江振 但并非所有人都为他重获自由而高兴 来人正是重案组的倒音 向来极恶如仇的他 犯罪分子越不开心他就越高兴 但这一次江振却并未与他计较 而是驾车扬长而去 今天倒音是来接弟弟东直的 几年前他被人举报藏毒而吃了牢饭 当看到母亲因为患病而苍老虚弱的模样 东直忍不住泪流满面 对哥哥的埋怨又多了几分 原来他早就知道当初是哥哥举报的自己 也明白哥哥是为了自己好才会这么做 可这些年来母亲因为哥哥没钱治病而变成这样 让东直完全无法接受 另一边江振一出狱就开始整顿自己的势力 他进去的这几年 手下的地盘被竞争对手瓜分的所剩无几 既然对方不愿意物归原主 江振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解决完这些的江振 则继续若无其事地陪家人共进晚餐 并安排给一个叫大宇的检察官寄了一封信 三年前也正是大宇亲手将江振送进了监狱 作为黑道一把手 江振与政界的一些官员之间自然牵扯到不少灰色利益 正所谓牵引发而动全身 江振的入狱也让政界发生了大地震 大宇也因此从首尔被下放到了偏远地区 这些年来大宇拼了命的工作 靠着雷雷的攻击 终于得到了重回总部的机会 也就是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江振那封所谓的问候信就寄到了他手上 反观江振这边 有着全国拳头皇帝支撑了他 对公众宣布从此金盆洗手 还十分高调地做起了各种慈善活动 引得媒体争相报道 这天晚上 道英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区 见到了喝得烂醉如泥的弟弟东芝 道英没有理会他的胡言乱语 静止去到附近的便利店买行酒药 顺便拿起一张彩票刮了起来 也正是这个举动 让他从此和弟弟阴阳阳阳阁 道英抱着血泊中的弟弟悲痛万分 而凶手就在不远处的车里看着 正好被道英敏锐地察觉到 对方眼看不妙 撞到交警后仓皇逃窜 道英也立刻追了上去 两条腿终究跑不过四个轮子 道英只能无奈放弃 道英没敢把实情告诉病重的母亲 只是说弟弟去打工 为他挣医药费了 安抚好母亲后 道英强忍悲痛 开始着手调查 通过检查伤口 推断出杀死弟弟的凶手是左撇子 为了一心一意调查弟弟的死 道英带上一搭钱 将病床上的母亲 托付给邻居花姐照顾 花姐一直暗恋着道英 却迟迟没敢表白 也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回到警局后 道英立刻让同事查找 尾号是巴斯的黑色车辆 以及左手持刀的犯人资料 果然 一个叫李东赫的人 符合以上全部条件 很快 道英就寻着他的地址找了过来 画面一转 李东赫已经被他打得鼻青脸肿 李东赫所说之人 正是他的老大裴光春 此时正在球场 陪着赵社长打球 道英二话不说 将李东赫锁在车里后 就只身找了过去 而这荧幕 全都被正在监视赵社长的 大宇一行人看到 原来 江镇吃牢饭这些年来 一直是作为二把手的赵社长 替他打理旗下产业 大宇多次将其各类场所 进行整顿调查 却屡次被赵社长 闻风而逃 这次好不容易监视了四天 正准备收网之际 突然闯入的道英 就这样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赵社长一言认出 他就是在监狱门口遇到的警察 这下更不会手软了 得知有警察朝这边过来 赵社长和裴光春 开始加快离开的脚步 但再一次被道英拦住 势单力薄的道英 再一次让敌人逃脱 正要开车去追时 狼狈不堪的道英 还倒霉地被大宇一行人 当成了犯罪分子 直到发现道英腰间的手铐 和警员证 大宇这才发现 眼前这个不修蝙蝠的男人 竟然还是个警察 因为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破坏了自己的抓捕计划 大宇对道英没个好气 二人是互相看不顺眼 二人气愤剑拔弩张 有人站出来怒刷存在感 最后也只成了个 点烟的工具人而已 晚上 因为赵社长差点落入大宇之手 让江镇十分不满 将他双手绑在方向盘上 只要头顶的巨石落下 他就会被砸成肉泥 毕竟 赵社长手中有太多 自己犯罪的证据 一旦大宇真的将他抓获 自己将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其实 这只是江镇给赵社长了一次警告而已 他最好是乖乖地躲起来 但凡敢暴露任何信息 下一次就可以精准无误地 砸中他的人 因为赵社长的消失 大宇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而电视上江镇那张冠冕堂皇的脸 更是让他抓狂 这时 一个找上门的受害者家属 让大宇看到了希望 此人是江镇竞争对手老朴的妻子 三年来老朴下落不明 一个月前才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遗体 而就在他操办丧事时 有个年轻人曾管他要钱 声称手里有老朴案件的重要证据 另一边 道英因为脚黄检察院的计划部署被停职 气得道英满口吸把国粹输出 表面看上去有多嚣张 道英内心就有多悲凉 正独自喝闷酒时 大宇找了过来 大宇根据老朴妻子提供的线索 顺藤摸瓜发现 找他要钱的年轻人 正是道英的弟弟东芝 知道东芝被裴光春杀害 想邀请他入伙 不仅如此 只要他同意加入 大宇就会帮他免除停职的处分 就这样 刚刚还互相看不顺眼的俩人结为同盟 大宇把东芝找嫖妻的事告诉了道英 他怀疑东芝手里或许有赵社长犯罪的证据 所以才会被杀人灭口 两人决定以这一点为突破点 找来和东芝关系很近的玉友展开询问 可对方却拒不配合 这波双簧让玉友终于老实交代 声称东芝在监狱的时候 经常为江镇跑腿 在有一次喝醉酒后 无意透露出知道江镇杀人的秘密 得知这件事的大宇立刻赶回去汇报 据他分析 江镇虽然和老朴是一起打拼的发小 后来因为各自不同的派系 逐渐成为了敌对势力 很可能是两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 江镇不得已除掉了他 甚至有人怀疑 大宇是因为三年前 因为江镇的事被下放到乡下 而想伺机报复 领导虽然对此不置可否 但还是让大宇暂时只负责调查赵社长 江镇的情况他会另外派人去查 对于老朴的死 道英找到老朴曾经的头码大洋 自从老朴死后 大洋就引救离开组织隐居了起来 对于老大的死 大洋三见其口 不愿透露任何信息 道英不管不顾 一直赖在大洋的店里不走 当晚 裴光春就带着一众打手找到了大洋 拿出杀死东直的那把刀 准备将其灭口 就在他正要下手时 道英扛着铁锹出现了 尽管道英卯足了静 但毕竟只有孤身一人 随着警笛声响起 裴光春再次逃之夭夭 只剩下一个倒地不起的手下 医院里 被道英救了一命的大洋 开始吐露当年的情况 正如他们推断的那样 赵社长和裴光春 当年用家人威胁大洋 背叛了老朴 老朴就这样 死在了二人的乱棍之下 重重压力之下 大宇去见了江振 江振深知大宇 还没抓到自己的马柄 言语之间甚是嚣张 隔天一早 江振的话就应验了 领导命令大宇终止调查 就其原因 领导只是透露 对手是个惹不起的大人物 正在二人争论不休时 道英带着大洋 以及裴光春的小弟出现 大洋交代 江振之所以除掉老朴 就是为了抢夺 他手里一个购物中心的项目 根据这一线索 检方将目光放在了购物中心上面 要想拿到这个项目 他们必然会向银行贷款 顺着这一线索 全盛银行行长李忠 就这样出现在检方视野之中 大宇立刻带队 将李忠以假公济私 收取巨额贿赂为由 将他带了回来 大宇提出 希望李忠能跟检方合作 揭露江振的所作所为 却被李忠断然拒绝 得知李忠被抓的江振 只是区区一个电话 就搬来了业界赫赫有名的黄律师 就这样李忠被放了出来 而被警察请过下午茶的他 很快就收到了江振的警告 害怕家人受到牵连 李忠连夜举家离开了韩国 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宇 气愤至极 却也无能为力 好不容易接近真相 关键证人就这么被放走 道英完全无法接受 怒不可恶的道英 将一枪怒火 尽数发现到了 裴光春的小弟身上 要不是大宇带人文讯赶来 施工的道英 怕是得当场把人打死 唐托大宇中 大宇又一次去找了江振 他一一细数那些江振犯下的累累罪行 虽然暂时还没能找到定罪的证据 但大宇相信 江振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 江振对大宇的警告根本不显异故 在他看来 此时的大宇就如同一个跳梁小丑 如今 赵社长被江振藏在了郊区的别院 还派了专人看守 在除掉大洋之前 赵社长都必须待在这里 白找挠心的他 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的女朋友 已经被道英和大宇同时盯上 大宇是顺着毒品这条线 查到赵社长会定期提供毒品 给他在店内销售 而道英则是偷偷潜入女人车内 发现三张收费站收据 根据日期显示 自从赵社长躲起来后 他每三天就会过去找他一次 来 探查一下 一番尾随后 果然找到了赵社长的藏身体 然而噩耗也随之到来 花姐打来电话 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被送去抢救 道英崩溃了 要抓的人就在前面 他不能离开 好在这时 赵社长竟主动送上门来 赵社长慌不择路地 逃到一个废弃仓库 道英也紧随其后追过来 眼看到道英就要遭遇不测试 赵社长成功被捕 道英的母亲也度过了危险期 看着西星为他处理伤口的花姐 道英忍不住表白 可如此直男的表白方式 让花姐有些无法接受 其实道英也和花姐一样 暗暗喜欢着对方 只是不知道 如何捅破这层窗户纸 与爱情不同 他和大宇之间的友情 随着赵社长的被捕 而逐渐加深 据赵社长交代 三年前 老朴和江振 因为购物中心项目 而见声嫌隙 当年大宇能把江振送入监狱的 立民举报资料 就是老朴提供的 江振入狱后 才得知这件事 于是设计害死了老朴 因为江振深陷淋雨 所以东直就是那个 帮他传递命令的人 只是他们都没想到 出狱后的东直 竟然会以此要挟江振 索要一亿 这才惹来了杀身之祸 有了赵社长的证词 大宇迅速申请逮捕令 前去逮捕江振 但是要想给江振定罪 光靠证人证词 是远远不够的 道英及时赶去机场 将准备潜逃的老眠 抓个正招 殊不知 老眠的话很快就一语成诚 请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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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的不利 公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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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江振特 在前面的报告 我和江振特 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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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阳突然坠楼而亡 赵社长则不知所踪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际 满身伤的赵社长竟又主动送上了门 声称自己和大阳是受不了大阳和稻英的言行逼供 不得已选择了跳窗逃跑 从而导致了大阳坠楼而亡的悲剧 此言一出 公众一片哗然 刚刚还抓捕有功的稻英和大阳 则被带走调查 最后 白口莫变的两人 因为暴力执法被收监 江振则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 江振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江生出背叛之心的老棉就地处死 他绝不允许再出现下一个赵社长 几天后 这起警察伤人案开始审理 种种证据表明 稻英确实存在对嫌犯动手的事 至于大宇 对方律师坚称 他是因为三年前被下放的事怀恨在心 于是在江振出狱后打击报复 教唆道英言行逼供 因为江振慈善家的身份 现场很多人都接受过他的恩惠 自然不会相信 舆论里一个暴力检察官的辩解 法庭现场顿时变得一片混乱 道英和大宇随即被带离了现场 经历过这些的大宇 蒙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道英不愿就这么罢手 提议把所有罪行都推给自己 至少可以把大宇出去 将坏人绳之以法 庭审结束回到医院的花姐 看到瑟瑟发抖的医护人员 和匆匆离开的黑衣人 心中顿感不妙 冲回病房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母亲也在经历过这场惊吓后 离开了人世 作为儿子的道英 得以特赦放出来参加葬礼 抱着母亲的遗诏 道英悲痛的不能自已 等她冷静后 花姐告诉她 母亲死前有黑衣人来过 道英顿时明白 是江振搞的鬼 刚好江振这时派人送来花圈 让道英再次抱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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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母亲报仇 道英选择了中途跳车 借此摆脱了警察 接着去黑市买了一把枪 伺机找江振报仇 晚上陪女儿参加完活动的江振走出剧院 道英面无表情地缓缓靠近 为了不伤及孩子 道英一次次错失杀死江振的机会 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所有人都倒下了 只剩下江振还在苦苦支撑 血流不值的道英拼尽全力追赶 却因为意识逐渐模糊 而无法一击重地 很快警笛声有远即近 警察很快包围了这里 警察很快 魚飄光了 你怎麼不回答你 我先看看 你不要偷笑 你不要偷笑 守寛 一年后 江镇如愿坐上了一员的位置 花姐把苦命的母子三人葬在了一起 出狱的大羽俨然变成了另一个倒影 在朝鲜有个叫龙岗部队的特工组织 十几名教官训练一个人 只有精英中的精英不到3%的人才能存活下来 而这个叫东哲的人就是其中一个 成功度过整个地狱班训练阶段的他 随即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专门打击恐怖分子和军火商 夺取战争武器 这天东哲被国际刑警盯上 然而如此神话般的男人 还是在2009年的香港发生了滑铁路 当时韩国得知朝鲜龙岗部队走私武器的情报后 派出反间谍部队秘密登船缉拿 却被侦察能力极强的东哲 来了一记调虎离山 武器也早已被转运走 东哲仅凭一己之力 就拿下了韩方的参战人员 最后只剩下了这个敏大笑 其钱包里一家三口的合影 让即将当爸爸的东哲动了侧影之心 二人从黄昏一直对峙到夜幕降临 东哲最终还是放了他一条生路 很快 东哲违抗命令的事就被领导人知道了 曾为祖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他 成为了卖国贼 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东哲在一轮轮的迫害中 逐渐放弃了抵抗 可当看到逃亡到韩国的妻女 行踪被发现后 东哲顿时爆发了强烈的求生欲 在被处以绞刑时 施展出惊人的爆发力 与此同时 东哲七女身处的收容所 正面临一场血腥屠杀 等到从朝鲜逃出来的东哲找到这里时 此地已经沦为了一片废墟 七女早已没了呼吸 后来东哲查到杀害他们的人 正是和自己同样出身于龙岗部队的李光祖 而且得知对方已经脱北后 东哲也加入了脱北的大潮 并成为了代驾司机 艰难地讨生活 阴暗狭小的家里 贴满了他这些年来寻找李光祖的线索 就算时不时被客人刁难 也波澜不惊 因为东哲知道 自己活下来的唯一意义 就是为妻子和女儿报仇 与此同时 一个正在筹备有关脱北者纪录片的女记者 注意到了气质不凡的东哲 三番两次的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拍摄计划 却屡屡被无视 无奈经兮只能开始偷拍 这天 东哲来到一间酒馆 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此人正是海州集团的朴会长 朴会长十几年前 从朝鲜逃到韩国后 创建了海州集团 东哲刚来韩国的时候 也是做朴会长的司机 朴会长很欣赏他 因此一直没有同意他的辞职申请 并希望他能继续跟着自己 被东哲婉拒 在送朴会长回家后 二把手老宋交给东哲一张纸条 正是他苦苦寻找的李光祖的地址 三清公寓 并将离职经一并结清 东哲考虑再三后 将离职经三回朴会长信箱 无意发现满墙的摄像头全都关掉了 而此时的朴会长 果然被人带上了闭气机 直到朴会长停止挣扎后 此人才将他的眼镜取下来 小心装好 然后拿起一针腎上腺素 推入朴会长的脚心 突然 东哲面不改色 轻松将杀手制服 动静则惊醒了管家和仆人 留有最后一口气的朴会长 嘱咐东哲 务必要将眼镜给埋起来后 就咽了气 大仇还未报的东哲 就这样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 此时的监控车内 情报局局长金士浩满脸阴狠 派出警方进入朴会长家中查看 一进来就反锁大门 并试图抢走东哲手里的眼镜 为了不惊动附近的居民 金士浩下令撤退 自己随后进入案发现场 击毙了管家和仆人 就连死去的朴会长也难逃被捕枪 第二天一早 金士浩带着警察来到案发现场 并提取东哲的指纹 显然他要将朴会长的死 栽赃给东哲 利用嫌疑犯的身份 让整个韩国都替自己抓捕东哲 此时的东哲还不知道 海州集团二把手老宋 早已和金士浩狼狈为奸 打电话给老宋 告诉了他 会长把眼镜交给自己处理的事 反应力满分的他 同时注意到 屋外出现了不少可疑人物 正朝这边靠近 进到屋子里时 东哲已从后门逃至夭夭 而金士浩杀人的那把手枪 则放到了他的家里 察觉到各个路口都有人把手 东哲眼疾手快坐进了金西的车 金西喜出望外 还以为是东哲答应合拍纪录片 与此同时 朴会长遇害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韩国 另一边 金士浩和高层决定 把东哲暂定为杀害朴会长的嫌疑人 集结国安军情两局合作 共同抓捕东哲 为了能够尽快除掉东哲 当年死里逃生的敏大笑 被人从训练场调了回来 当年他是唯一一个被东哲放过的人 可自从活着回来后 敏大笑就不再被重用 而是安排到了空军特殊部队 担任教官一职 混乱中意外发生了 金士浩带着名字 敏大笑来到情报总部 为了让小队的其他人尽快了解情况 当天 敏大笑就将收集到的东哲的全部资料 告知了小队中的所有人 并立刻布局 以东哲通话记录为中心 将联系过的所有人逮捕回来 监视名下银行账户 债务关系与活动团体 及脱北者联盟 全部进行调查取证 通过一番搜查 特意藏进东哲家的凶器被找到 通过实时传回的视频 大家发现 东哲家的墙面地图上 都写着李光祖的名字 很快 探员查到 东哲一小时前曾见过金西的事 转眼金西就被带到了审讯室 老底也被扒了干净 敏大笑没好气地训斥他 名下都是一些皮包公司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 小弟进门汇报 东哲给指挥部打来了电话 敏大笑立刻赶过去 以谋杀案负责人的身份 直接和东哲对起了话 并自曝身份 把这些年来 前途一片渺茫的错 怪在了东哲身上 东哲告诉了敏大笑 嫖会长死前交给自己眼睛的事 而俩人的这番谈话 也让通讯组定位到 东哲正处于新社洞一带 突击队五分钟内赶过去 金西这时告诉敏大笑 让他一定要制止东哲 这人去找他 那人去死 他也去死 属不知 李光祖如今效力的 特工组织的头目 正是金士浩 就这样 金士浩打算利用他 诱杀送上门的东哲 而当李光祖察觉不对劲时 东哲早已在家等候多时 在杀死李光祖前 东哲起身询问他 还有什么临终遗言要说的 李光祖知道有人监听 于是在手心写下一行字 示意东哲走近的看 当东哲艰难地冲出房间时 李光祖一带老婆离开 反侦察小队这时也到达现场 东哲毫不畏惧 继续尾随李光祖 敏大笑发现东哲后 在后背做标记锁定 指挥部队在敏大笑的安排下 分为三组向东哲靠近 敏大笑在仔细观察东哲的动向后 察觉到对方似乎并不是在逃跑 而是在追谁 在重新锁定李光祖的方位后 东哲经蝉脱鞘 换掉外套 消失在了监控中 这时 刚才顺走的李光祖的手机响了 东哲和暗杀自己的特工 在人群中相遇 等到反侦察小组赶到时 东哲早已不见人影 他们则在特工的身上 发现了和自己相同的装备 但敏大笑却并不知道 此事还有另一伙人介入 看来朴会长的死必有蹊跷 他竟只找到正在大快朵移的金氏浩 放出了自己和东哲的电话录音 金氏浩只是一再坚称 人就是东哲杀的 其带走的眼镜 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东西 敏大笑直接亮出 在案发现场搜到的那个注射器 质问他 是不是还偷偷掌管着 由北朝鲜特务组成的北京会 不出意外 在东哲家里搜到的那把枪 和上面的指纹 似乎验证了东哲就是凶手 但敏大笑却持怀疑态度 毕竟这不是东哲的形式风格 与此同时 敏大笑在一份一级亲密文件里查到 东哲香港一战后 在朝鲜遭遇到的种种不公 以及李光祖被派去杀害其妻女的事情 疲惫不堪的东哲在卫生间里醒来 李光祖写在手心里的话 是女儿还活着 东哲必须立刻振作起来 人群中 老大爷破碎的眼镜 让东哲似乎想到什么 他再次联系指挥部 提出用手里的眼镜来交换李光祖 在查找李光祖的同时 敏大笑注意到了金兮的资料 几年前的他和帮助脱北者的金牧师关系密切 后来金牧师死于李光祖的那次屠杀中 而金兮根据金牧师提供的线索 在揭露情报局的不法之事时被解雇 因此金兮的最终目的 其实是调查金社号 很快 东哲再次打给指挥部 询问找人进展 气急败坏的敏大笑 查出东哲手机位置 二话没说 独自一人猛踩油门追击 无论反侦察部队如何拦截 都被东哲设法逃离 此时的东哲换掉手机 与金兮通话 让他赶往指定地点 有东西交给他 终于 金兮甩掉突击队 成功和车里的东哲会合 然而下一秒 看到顺敏大笑 东哲一脚油门快速离开 敏大笑则紧随其后死咬不放 明镶 anthrop音乐 金兮甩掉 Img requested 要禁令 可可解 守秀 再二话 絆 飙得一手好车的东哲 在惊喜的尖叫声中 倒车下起了楼梯 一番追逐较量后 再一次只剩下了敏大笑一人 他不断朝车子射击 试图逼东哲停下 在经过一个路口时 一辆卡车直接撞了过来 因为行动失败 敏大笑被上级部门责难 对方声称 朴会长一年前在乌兹别克斯坦 私头建立了一个军事研究所 藏在眼镜里的 就是能让防毒面具失效的化学武器 他们声称 东哲将把这份礼物带回朝鲜 而屡次行动失败的敏大笑 也有着包庇嫌疑 一番赤胆忠心却被当成了间谍 敏大笑只能苦笑不已 与此同时 逃回京西住所的东西 也在各种化学药剂的作用下 取出了眼镜里的 带有微缩化学方程式的胶片 并小心存放进了火柴里 结束这一切的东哲 再次撑不住了 京西这才发现 他的后背中了枪 立刻找来工具 帮东哲取出了子弹 恍惚中 他看到了当年离开时 还怀着孕的妻子 这份血海深仇还没报 自己还不能死 另一边已经在高层清除名单中的敏大笑 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真相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份被隐藏的尸检报告 这才知道 朴会长在中枪前 就已经被脚底注射的大量肾上腺素 引起的血管暴力而亡 敏大笑立刻联系了 自己曾救过命的两面派属下 让他想办法提取金氏号的指纹 顺便把对方删掉的文件也翻一翻 不久之后 东哲损坏严重的车被发现 金氏号立刻调动附近的所有警力一一排查 并在东哲打来电话时 迅速锁定了西方尾 察觉不妙的东哲立刻朝金西家赶去 而此时的金西已经被李光祖堵在了家里 就在同株的大叔准备帮忙时 被同伴小朴一枪击毙 反抗的金西也被其打倒在地 李光祖发现了藏在火柴盒里的胶片 交给小朴带走 就在他即将除掉金西时 仇人见面凤外眼红 几个回合下来 李光祖被制服在地 原来当初同伙杀掉的 只是怀里抱着米袋的妻子 而后又被李光祖抱头 虽然他保住了东哲女儿的性命 但不久后 还是被金西昊卖给了一个研编人 而杀了朴会长的人也是金西昊 东西已经到手 金西昊立刻下达了对东哲格杀勿论的命令 两面派下属则趁机偷偷提取到了 其手机上的指纹 东哲为了不连累金西 开始独自逃窜 尽管如此围追堵截 东哲还是成功逃脱 另一边 敏大笑从金西口中得知了全部的真相 下属这时打来电话爆料 从金西昊的通话记录中发现 他和朴会长一年前就以促进对北事业为条件 要求回报 一直主动接近朴会长 一个叫金道秀的军火中介 也随之进入视野 马路上 逃亡的东哲再次陷入危机 趁其他人不备 抢过一辆警车 继继续逃窜 胜券在握的金西昊 命令小嫖去解决东哲 终于 他在桥底和东哲正面相遇 猛踩油门加速转过去 继高一筹的东哲 再一次全身而退 车子却因为不堪重负 趴窝在了路上 无处可逃的东哲 不得不直接从桥上跳入了水中 金货中介来到顶楼停车场 带着3000万美元和金师昊交易 在他们看来 火柴盒里这枚小小的胶片 会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与此同时 敏大孝和金西 也带着视频里的方程式 去找专业人士破解 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 同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还有军火中介 刚刚还一脸得意的金师昊 被无情地赶下了车 所有人都被朴会长骗了 怒不可遏的他 将电话内端 海州集团新任会长老宋 臭骂了一顿 不久之后 金师昊召开新闻发布会 亮出种种证据 当众宣布 东哲就是杀害 海州集团朴会长的凶手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东哲也来到了现场 东哲挟持着金师昊一路退到里面 面对追来的大批特警也无所畏惧 阻断一切入口后 东哲持枪对准金师昊 逼问他到底把女儿卖去了哪里 一名特工突然冲出来 和东哲缠斗在一起 瘸了腿的金师昊 则趁机逃了出来 正好遇到闯进来的敏大校 碍于金师昊有枪在手 敏大校明显处于劣势 但就在这时 金师昊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揭露了金师昊和海州集团 二把手老宋互相勾结 害死朴会长侵占集团的事 而且老宋已经认罪 人证物证俱全 金师昊将赖无可赖 气急败坏的他 对着敏大校扣动扳机 但敏大校已经算出 枪里已经没了子弹 东哲这时冲进来 继续逼问金师昊女儿的下落 金师昊却偷偷解除警报 让狙击手可以对准这里 金师昊继续口出狂言 在这个国家 有钱就是万能的 自己的后台可以处理好一切 接着让敏大校击毙东哲 洗脱自己间谍的嫌疑 但这一次 敏大校却把枪交到了东哲的手里 最后 东哲被敏大校戴上手铐 戴到大众的面前 而两面派属下 再次带来重要信息 那就是金师昊联系的人贩子 组织信息 路上 敏大校将纸条给了东哲 并故意停车买烟 不出意外 东哲逃走了 历经千辛万苦的他 终于循着纸条上的地址 找到了人贩子的聚集地 这里一群正在劳作的小孩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而走在队伍末端的小女孩 则被他一眼认出 一步三回头的女儿 终于认出了 是朝思暮想的爸爸 来接自己了 对于这帮丧心病狂的人贩子 东哲将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部嫌疑人感情戏份不多 但没有被处理得非常干净利落 但又不失精彩的打斗场面 抢了风头 反而极大的升华了影片 这与韩国导演细腻的手法 以及孔佑本人出身温情男演员不无关系 当得知自己的女儿可能死了的时候 本来毫无希望的人生又有了期盼 但再一次被人残酷地摧毁 世界在他眼前崩溃 可他依然无能为力 后来在中国找到了女儿 妇女重逢的一幕让人泪奔 不得不说 韩国电影真是什么题材都敢拍 男主角孔佑是文能哭武能打 转型也是相当成功的 男人从床上醒来 旁边美女的尸体让她瞬间炸毛 接到她的报警后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不仅认定她是凶手 就连宿妹谋面了清洁工 也坚称她就是杀人犯 更让男人绝望的是 警察的反常举动 这个一夜之间人生遭遇巨变的男人 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律师杜修 三年前帮日本的天神制药集团 打赢了一场棘手的官司 从而被酒井重用 成为了集团的首席律师 因此每年都会受邀来参加天神制药的周年庆 杜秋有个习惯 每年来都会光顾同一家小酒馆 但今天却被告知 老板娘不舒服 酒已经卖完了 杜秋很喜欢酒馆那种老电影的氛围 不知不觉就和酒馆的前台聊得不亦乐乎 但一群日本黑帮的到来 打破了这种和谐 女人的婉拒 让杜秋不便多留 殊不知 等她一走 两个女人便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两人是一对杀手姐妹花 子羽和红霞 顺利完成任务的他们 面不改色地轻松退场 可子羽却对杜秋念念不忘 今天是集团成立65周年的日子 天神制药举办了盛世空前的庆典仪式 酒井当众宣布 由儿子大红接替自己社长的位置 主导新药研发 而本想让杜秋继续辅佐儿子的酒井 却被告知 因为公司的安排 杜秋将去替一家美国药厂做事 对于这个掌握自己诸多秘密的人 酒井还是更希望她可以留下来 领命的长腿美眉滑入舞池 朝杜秋靠近 但一番诱惑似乎并没有多大成效 而杜秋的目光 则被不远处的旗袍美女吸引 并主动上前搭讪 女人直言自己叫真有美 是中日混血 这次是专门为了杜秋而来的 话里话外 都对天神制药的秘密很感兴趣 与此同时 酒井安排的长腿美女 熟练地输入密码 进入杜秋的家 并换好了衣服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殊不知 一场可怕的阴谋 也正式拉开帷幕 短暂的相处 似乎让杜秋意犹未尽 主动提出 对那起案子还想了解更多 然而当杜秋刚进屋 就被人从后面打晕 等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旁边赫然躺着女人的尸体 所谓的凶器物证 所谓的目击证人 让杜秋在警官 前野的面前 百口莫辩 此时的住所外面 已经聚集了 大批媒体记者 前野玩了一出 惊蝉脱鞘 带杜秋从后门离开 眼看搜捕工作一无所获 愤怒的前野下令 嫌疑人危险系数极高 必要的时候可以击毙 而此时的杜秋 已经沿着地下通道 来到一处还在建设中的地铁站 与此同时 队长史村 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带着徒弟百田 竟只赶来了这里 当热心的百田 扶着一身泥浆的杜秋 出来时 眼看对峙陷入僵局 史村决定主动退让 提出愿意用自己来换白田 打开手铐后 杜秋挟持着史村 开车离开了这里 很快 他们驶离了市区 史村趁杜秋不备 发起突袭 一番混战下来 杜秋抢到了手枪 但无论史村如何劝说 他都不敢再相信警察 一脚油门之际 枪也被扔了出来 嫌疑犯的律师逃脱 让警察局长大为光火 前也罗列出种种罪证 例证杜秋就是杀人凶手 史村却保持怀疑态度 散会后 局长把史村单独留了下来 承诺自己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有了领导的支持 史村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调查 现场留下的证据太过于完美 显然不符合常理 在排查监控录像时 史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而珍尤美 就是三年前那起案件中 被告人的妻子 当年她的丈夫 被起诉盗取天神的商业机密 败诉后第二天就死了 另一边 杜秋已经被列为头号通缉犯 因此不得不咒服夜出 试图寻找真相 这天晚上 杜秋被路过的巡警追到一处平民区 好心老人板口 不仅为他提供庇护 还给了他吃的 原来板口也是一个离家出走的逃犯 为了不连累妻子 二十年来隐居于此 也一眼看出 杜秋绝非媒体口中的危险杀人犯 为了不漏掉一丝细节 史村带着百田回到案发现场 试图还原当时的案发经过 发现桌子脚下的一个神秘药片 以及在模拟杀人过程中 发现了一处端倪 用刀刺死女人的 应该是一个左撇子 而杜秋很显然并不是 另一边 平民区里的杜秋 经过几天的休整 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也从板口口中得知 一家药厂经常从这里挑选试药者 但从未见人回来 得知杜秋打算离开 板口叮嘱他 这时有警察拿着照片 过来搜寻杜秋 在板口的安排下 一群人公然开始偷梁换柱 杜秋再一次 从警方眼皮子底下顺利逃脱 因为杜秋迟迟不能归案 天神制药损失惨重 大红卫子大发雷霆时 囚警接到了杜秋打来的电话 约好在第二天中午 在水上餐厅见面 酒警立刻紧锣密鼓地布置起了必杀局 绝不能让杜秋落入警察的手里 很快潜伏在警方里的内线前野 以及其患养的杀手姐妹花 就收到了相关任务 转眼来到约定的时间 前来水上餐厅见面的人 却是和杜秋一起工作的轻木律师 谈话中 杜秋逐渐意识到 一切跟自己的离职有关 天神制药正在研发一种不人道的药物 而且跟三年前的那起案子有关 与此同时 杀手姐妹花也已经就位 紫宇作为狙击手 却迟迟没有开枪 他实在不想对一个曾帮助自己的人下手 前野和史村这时 也先后赶来了这里 在杜秋试图开摩托体离开时 史村扑了上去 却被一脚踹入水里 一番水上板速度与激情后 杜秋的摩托体陷入故障 面对史村的再一次邀请 杜秋依然选择了拒绝 借着游街活动的人群做掩护 杜秋赶往大阪车站 就在他即将被警察抓到时 真有美伸出了援手 转眼之间 真有美和杜秋顺利登上了一辆夜车 杜秋希望真有美 可以做自己的时间证人 因为夕子遇害的时候 他正和真有美在一起 另一边 杀手姐妹花收到了新的任务 这次要刺杀的正是真有美 红霞担心子羽又一次感情用事 这次决定单独行动 而百田也在车站的监控中 发现了杜秋的身影 就在多方势力四处搜寻杜秋时 真有美已经带着她 回到了自己的庄园 第二天 真有美告诉杜秋 三年前被天神制药控告 偷窃新药配方的郑树 正是自己的未婚夫 但因为杜秋的加入 郑树最终败诉了 败诉的第二天 本是她和真有美结婚的日子 郑树却用自己的死 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无奈 而他们的婚服 则成了真有美珍藏 却不敢再看的禁忌 真有美认为 郑树的死 杜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这时 化身摩托骑士的红霞过来了 赶来调查的史村 开车撞翻了她 一路尾随驱车逃走的杜秋 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 史村和杜秋展开了车技的较量 史村帮杜秋救出真有美的同时 也把自己和他靠在了一起 并扔掉了钥匙 正在三人争论之际 杀手团的人再次杀了过来 逃到树林深处的他们 暂时躲过追杀 但杜秋和史村的相爱相杀 也随之拉开序幕 片刻的犹豫后 真有美还是帮杜秋 做了不在场证明 三人一路从树林穿回了庄园 警员们也做好部署 等待着杀手团的到来 果不其然 骑士杀手团再次来袭 何があったんですか 離れろ 拿上史村给的枪 杜秋和他上演了一波 叠血双雄 史村子弹耗尽 杜秋及时送上一把武士刀 助他大杀死方 优优优独播剧场 沿路子的真有美 很快不敌专业班子红霞 两个男人虽然力量上更占优势 但因为被靠在一起 战力无法完全发挥 好在最后关头 史村一枪击中了红霞 这时赶来的子羽一枪打上了史村 但终究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姐妹死去 很快受伤的史村被送去医院 这一次他主动放杜秋离开 幸运的是子弹并没有伤及史村的药害 浅野这时赶来医院 质问百田杜秋的下落 却被告知他们已经查出那枚神秘药丸 正是浅野从天神制药拿的 吓得浅野立刻逃走 带着杜秋的笔记本和一段录音 来到酒井的面前 原来杀死西子的真凶是大红 而浅野则是帮他处理现场 并嫁祸给杜秋的清理者 自知暴露的浅野准备潜倒海外 试图以此索要一笔风口费 真有美在清理证术的遗物时 无意发现一打被藏起来的资料 里面是正数的自白书 以及违禁新药的配方编码 一张张照片则是天神制药 做活体实验的铁证 杜秋恍然大悟 原来酒井当初没让自己参与的项目 竟然是如此的丧尽天良 第二天一早 杜秋就不见踪影 原来他为了查出真相 去找板口帮忙 以平民的身份 混进了活体实验的队伍里 看到流言的真有美 只能给百田打去电话求助 并将药品的配方编码告诉了对方 殊不知 伤害未遇的史村 已经被局长听了支 而子宇已经持枪站在了真有美的身后 另一边 刚进入药厂的一行人 立刻被毒气迷晕 醒来时 所有人都被换上了一身球服 而下一个要试药的 则是板口 当他再次被送回来时 已经性情大变 宛如一头无法控制自己的暴力野兽 立屋子人全都不是板口的对手 板口为了不让失控的自己 伤害更多的人 在最后关头 选择了一了百了 杜秋为板口的死心如刀绞时 集团高层却因为改良配方的药效 而心花怒放 很快 杜秋成为了下一批实验者 丧心病狂的大红告诉他 天神制药的这批新药 将打造出无数可控的杀人机器 被子宇带回来的真有美 已不忍再看 面对酒井的威逼利诱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拒绝交出正数的配方编码 然而酒井却忽略了 子宇内心深处的一丝善良 好姐妹红霞的死 让她逐渐不想再为酒井卖命 因此直接解开了真有美的束缚 并给了她一把枪防身 另一边 从百田口中得知杜秋孤身涉嫌后 史村火急火燎地 赶到了天神制药研究中心 却被酒井一语道破 自己已被停职 为了带走杜秋 史村说出了配方编码的前半段 而此时被打药的杜秋 已经逐渐失控 当他被驾到史村面前时 宛如变了一个人 这时子宇面色冷静地走了出来 在酒井下达除掉杜秋和史村的命令时 杜秋也重拾理智 再次和史村并肩作战 吓破胆的大红 为了不让这一切被毁掉 竟然将药物注射进自己体内 而酒井则下令销毁一切 有关新药的资料 与杜秋史村展开了乱战不同 子宇则是和女保镖 一为一的女人间的战斗 真由美则逼迫保安 打开了所有的牢房门 救出了那些被关押的是药人 有了药物的力量加持 大红有如神柱 开始大杀四方 就在无力反抗的史村 即将遭遇不测时 真由美救下了她 而她的侧面 也让大红想到死去的西子 对西子挨而不得的她 最终痛下狠手 真由美眼看就要难逃魔爪时 结束战斗的子宇 兴奋地奔向杜秋时 最后子宇死在了杜秋的怀里 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酒井 则选择追随儿子而去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白田才带着警察姗姗来迟 在史村的帮助下 杜秋艰难地洗脱了嫌疑 两人由此成为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 互相道别后 杜秋带着真由美离开了这里 每个人都将迎来下一段新的旅程 作为一部翻拍自同名电影的中日韩河拍片 故事主线沿袭了高枪剑板追捕的一小剑大 由一桩看似生硬的陷害开端 抽丝剥茧地引出背后巨大的阴谋 随着案情的发展 警察与罪犯惺惺相惜 更多的恩怨也浮出水面 每个人作为一个变量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也影响事态的发展 有别于高枪剑板稍嫌简单的线索推动 追捕增加了多条线索 也相应增加了更多的配角与细节 药物贯穿始终是点睛之笔 婚纱与韵染的鲜血 是舞蹈暴力美学的完美融合 每个配角的淡淡几笔也均十分传神 苍田宝钊饰演的老人 对应的是老板中的公寓管理人员 却更加鼓道热肠出手相助 何志愿扮演的女杀手 因为几句简单的对话 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能念念不忘 内心是有情之人 舞蹈的女儿扮演的女杀手 伴向与下手同样凶狠 却也不乏温情之处